回來了 為什麼經常都要吃急凍食物呢? 就是因為家裡有 希望快快脆脆吃完這批急凍食物之後 清洗到雪櫃和冰櫃都被刺激 我就再出去買一次 一舖過這樣買 我不想出去 因為始終還是怕買東西 我對疫情控制的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是非常不足 那一隻 現在要開著蓋子來做 之前有網友問過 如果蓋子蓋子有什麼好看呢? 第二就是 我比較喜歡看著來做的 那有什麼問題呢? 例如貼帶就立即可以處理 聞到就立即可以 那這個汁多一點是不要緊的 因為呢 是拌麵吃的 這一餐是 我會正熟一點 有時候會老了一點 但是 不要緊的 最重要安全 其實 其實 麥魚仔 或者八爪魚仔 是要吸收醬汁才好吃的 那你煮得時間短的話 它吸收醬汁又不夠好吃 現在可以煮一會兒 用另一邊夾起麵 不是右手邊那個鍋 是右手邊後面還有一個鍋 好 先把它煮一下 这边煮5分钟就差不多了 5分钟等它收一收汁 蜜鱼仔吸收多一点汁 豆释放甜味 差不多了 多一点时间 0,2,5分钟 鱼肉 在冰箱中煮多些汁就可以了 大概3分钟 等八爪鱼吸多些汁 好吃些 白菜 薄力 把鱼巴 加入 白菜 他把鱼巴 煮多2分鐘 煮多2分鐘 煮多3分鐘 我怕黏底 酸油豆豉醬也挺甜的 炒好了 炒好 多忌重 OK 好 下车见 拜拜